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盘龙崖地下 骑场125,定风夺60,蝴蝶5,浮霜虫10,潮汐47 危险全任务,兆龙映珠骑场128 定风夺60,蝴蝶5,浮霜虫10,潮汐47 明朝一条龙1.1层萧山全收集 任务定风夺七长香,宝香浮霜虫,潮汐自细,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盘龙鸭左边这个地下矛点 到这里之后,把石鸟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主外角 这边走过来这里有一个,额 定风夺,拿到之后再继续西南方向地图主外角 这边走过来这里有一个朴素七长相 捡起来之后,我们再把旁边这一堆怪清掉 好,切完怪之后来拿到超西记忆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主外角 这边沿着路往外走 勾着顺手勾一下过来 这边的怪清一下 好,那切完怪之后拿到这个超西记忆的奖励 拿到之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沿着路继续往外走 上面这里有个勾着啊,勾一下 好,那这边是一个超西之一 我们再来新下怪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拿到这个超西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再继续往北方向丢上方 这里我们要爬上去了 好,爬上来之后我们坐这边看 这边这里有一个朴素奇长巷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 回到这个地下锚点啊 盘龙牙左边 好,传送回来之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这边往外跳 这边是一个 潮汐之一 我们来把这一波怪清掉 好,那切了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贴着右手边走啊 贴着右手边 从这里面接里往外跳啊 这里往外跳 下面是一个基准奇长巷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传送回到 刚才进入锚点 好,回来之后我们现在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走到悬崖边 跳起来打开伞翼 然后我们再回头 西南方向地图都在跳 这边这里有个洞 从这个洞走进去 跳起来 再往正前方走到 再往正前方走到 前方这个 叫 树榴仪这里 激活 然后往左边 拉到最左边 拉到最左边 然后走过来 右手边这里有个洞 从这个洞进去 这里面是一个 基准奇长巷 哎不许许许 捡起来这个奇长巷 我们出来 出来之后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这边走 这边走过来 往我们左手边抬头看 这里爬上去 爬上这些平台 平台爬上来 这边这里有一个洞 从这个山洞走进来 走进来 这下面这里是一个正手箱 我们跳下来 枪手角色打一下 好来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精密奇长箱 拿到之后打开地图 好现在我们来到玄机岭右边这个锚点 好过来之后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从这边往前走 这边可以做一下这个跃迁器 我们弹过来 好那弹过来之后 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下跳 我要跳啊 在这个瀑布 跳到一个瀑布的这门口 好那在瀑布这里 往瀑布里面走啊 西方向极头左边往瀑布里面走 好这里走进来 然后我们左手边看 这里有一个基准奇长箱 捡起来继续捕 捡起来这个奇长箱 西北方向地图幅环角 这边跑过来 好这边这里有一个定峰夺 好那拿到这个定峰夺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下一批的话就是这个微型任务的造龙印珠 好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 大家拜拜 好那这一批我们打开我们的任务列表 找到造龙印珠 好这边点击追通目标 来到玄机岭上方这一个锚点 我这边在跟着任务指引过来 来和这个NPC对话 好那切了怪之后和NPC对话 然后继续喂他吃食物 好这里跟着任务指引 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啊 全程跟着任务指引 途中会拿到三个宝箱吧 好像是三个 不想看攻略的小伙伴可以直接不砍啊 好这里直接站在这个光点这里啊 站在光点这里然后把这个珠子啊 对准对准那个龙头的口 龙头是一个口部啊 好玩死以后点击追踪目标 好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里来到游龙级右上角右上角啊 这一个锚点啊 好然后跟着任务指引 东北方向敌兔转角 跟着任务指引走 好这边这里出现了一个叫什么玩意儿啊 伤害挑战 伤害挑战 来做一下 好拿到这一个基准起潮像 然后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过去 好继续跑过来 这边又是伤害挑战 这次接任任务他才会出现的啊 好这个挑战我们要跳 我们跳到这个 要跳到这位置啊 跳到这位置然后 然后他所有的朝向都是一样的 这里解解解解开这个 不学学 青米其潮像捡起来 再旋转 好啊 然后再 过来任务指引的地点 同样对准这个龙头的口部 好现在我们再打开任务列表 这里是黄白交界之处追东 一个一个来做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走 这里爬上去 西南方向地图走在角 跟着任务指引过去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走 那这边这个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往前 这边有个罩子 罩子的 右手边 有一条黄色的丝线 跟着一个丝线 跳下来 跳下来 A一下 好然后爬过去 好过来任务指引地点 旋转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走 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这个如果说你有个罩子的话 那 那 这里 然后上面 石头上面 石头上面 然后北方向地图上方 全跳下来 这一个空物回头 这边有个大石头 打开 这里面是最后一个 三个 然后再回到装置这里旋转 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同样对准龙图的口部 同样对准龙图的口部 好然后再打开任务理表 下一个瀑布汇流之地 先取木 接一个磨点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走 一平一平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去 连接光路 好再跟着任务指引去 好 好那现在我们直接抬头啊 直接抬头 西南方向地图刷甲 也可以 也可以回头那个 那个叫什么 越迁器啊 这边都能上来 然后旋转 在旁边的越迁器 这个旋转 继续旁边的越迁器 好在旁边的越迁器继续走 好来到这里 继续旋转 好最后 好最后 最后旁边的越迁器继续 继续再上去 弹射上来 展带光标处 同样对准龙头的口部 好最后打开任务壁表 潜滩群岛之间 跟这一任务进行走 跟这一任务进行走 继续跟着任务进行走 好这里在西南方向地图所来角 这边走过来 那把旁边的炸药包捡进来 打这个 这个什么 树枝给它炸了 这里往下踩 踩两下 前方这一个继续往下踩 踩两下 好 这里会出现一个 基准其他项捡起来 有个捡起来之后西南方向地图主来角 越前起 再继续旋转 旋转两下 然后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跑过来 这里有个束流仪 往左拉 往左拉 好现在再跟着任务的声音 那还是 那去了啊 还是去对准龙途的口部啊 好 这里的话 有一个 与什么什么师承交谈 那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到玄机岭正上方这一个锚点 好 让我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煽动走进去 去找NPC 好 那现在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传送回到玄机岭正上方这一个锚点 好 好来了一喉西方向跌头左边 走过来 这边有个月前起 站中月前起 他会帮我们送回去 A 好然后回来 去找 目的地 那现在 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跌头右下角这边走 好 接着打开地图啊 接着打开地图 传送到 游龙脊左边这一个锚点 来了之后再往西方向就左边这边走 好 捡起这个球给大家放到左边这个语言的中间 然后过来点击开机挑战 然后过来点击开机挑战 这边好像是不记录探索度的 预备不许继续 好然后从这个副本出去 好然后和旁边PC对话 好竟然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啊 那我们现在满色已经满了啊 探索度已经满了 但是区域任务还没有完成 区域任务的话就是之前接那两个 一个叫 红镇白景图 一个叫温泉大冒险 那 这些啊 这些 这些任务啊 这些任务全都去给他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任务也满了 现在我们 任务列表里面的 任务也满了 那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 原版结束了啊 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